下周一就是双十国庆 众所瞩目的国庆大典 在今年首都邀请到了超高人气的 日本京都局高校吹奏部参加演出 6号上午学生们惊喜的在原山饭店的大厅 来场快闪演出 让现场的民众大饱眼福 而下午呢 他们也来到了北印旅 与师生们互相交流 行程满岛 拿着乐器边跳边演奏 每个动作整齐划一 展现青春活力 有橘色恶魔之称的 京都局高校吹奏部 6号上午在原山大饭店大厅 惊喜突袭快闪 乐器上还高挂日台友情的标语 吸引民众围观抢拍 今年国庆大会破天荒 首度邀请国外大型表演团体参加 京都局高校吹奏部的师生 5号下午抵台后 也开始准备演出 6号上午特别在原山大饭店 来场突袭快闪秀 也让民众对于国庆当天的演出 期待感大增 隔条马路 学生们互相热情招手 京都局高校吹奏部的学生 行程满档 下午来到了北一女校园 进行交流 而北一女更有一对 在门口高度欢迎 国庆日进入倒数阶段 京都局高校抓紧时间准备 更与北一女学生互相交流 期待在国庆日舞台现场 与民众相见欢 最后台北综合报道